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台湾人最后欺骗台湾人自己做出自己的选顶 美国没意见 你没可能有意见 但是台湾人常常觉得自己的选顶不用抚这人 不用无效 无效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 他对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跟美国对台湾的认知 我觉得总是很有害 所以当然听着说这是不是很危险 但是我个人一直在政府工作的经验 我们就是要做最危险的准备 但是用最六关的心情去准备去打招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简单报告在这里 好 感谢大家 谢谢 这个对岸张志军还在当台办主任的时候 他曾经问我们的台湾学生说 你们台湾大学生一年毕业几个人 然后我们的台生就跟他说 他说这么少人全部来中国 全部我全要 管你是大的还小的 那我也跟各位介绍一下 寒假的时候我们有很多 已经是高中团要去对岸 高中生 这个包含很优秀的我们的高中生 要去对岸 然后对岸是安排他们去参观大学 也就是说 其实就不用在台湾读书了 那这个是一步一步在做的 所以我们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们要觉醒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认识敌人 或认识各式各样的朋友 所以说无论是怎样 最后的决定的账 是我们台湾人本身 这个本身不是说 阿他们说阿 修国就都做人的基礎而已 我们没有做基礎 我们是要做一个 原来共亚的这个主角 不是说人怎么拜托 既然有进 又有 以来优利的一种条件时 我们要把机会 真正 公众 较少的这个关心 少的批评种种 跟一种就是向国家 政双法的这个大路来走 这个时候我看就是说 不是说直接完成 但是一步一步下去 你也比如说账名 借贤 那个 加一个国家 加一个国家 做这个用台湾的名 用台湾的新闻 用台湾做主帖 那来 同样我们所有的这个 人类不类 台湾人民的意志力量 公民投票的其他 随时的方法 来 向世界知道说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 中心管的这个阶段 就是这个国家 在台湾说起来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力量 很重要的力量 希望说 我们大家 保障 我们的 对我们自己的政府 对我们算出来的这个 政府代表 跟民间 政党 国众组织 可以集结这个力量 向这个大目标 一步一步 来做 因为在那里开始 你批评我 我批评我 消防很多这个力量 在那里